我之前講過你可以匯出裡面的話 一般大概除了用那個CSV之外 你也可以把它匯出成SECLE檔 其他還有像什麼 其他還有像Jetson檔這邊也有 另外還有CSV 另外還有XML 這些我想都是比較一般開放資料 又會用到的比較一般性的資料格式 那我想之後會用到的話 我們再來跟各位細部說明 其他還有像制定 你看看要不要這個網友也前面講過 就是那個檔案編碼 預設的話UTL8 所以如果你是用SECLE打開的話 或者用微軟的相關工具打開 都會遇到那個亂碼的問題 那Word好像會提示 問題是不是用那個 UTL8 OK那 我又把檔案 就是傳上去 給各位參考 那其他的話 還有像 那個剛剛的CSV檔 UTL8 你也可以拿來參考 還有程式碼部分 這邊也有 所以如果說 有些細節 假如說你實在是找不到原因的話 那你可以 從我這邊直接來看 可以啦 大概我大概就是改了這些 應該都是比較 比較小的地方 那另外呢 也幫各位做格式化了 所以喔這邊有一個Cole Pretty 把它已經做格式化 這些細節 恐怕你們自己再 再看一下好了 大概會有這些 也許我應該 應該更 更細心一點 應該是幫各位 再加個那個 加個底好了 我都改了什麼地方 對不對 不過這個太好工了 這個 比我 自己 不過其實就是這樣啦 要特別注意你寫完程式一定不能急 你一定要把東西留下來 否則你做完之後你下一次要再做就非常的 非常花時間 你如果要確保下一次 很快可以做出來 你一定要再做一點整理的工作 比如說 資料 然後 你的程式 就是 這些東西留下來之後以後的話 你就是 直接複製貼上 你就可以做一些修改 細節部分的話我想各位 自己再做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可能會 蠻花時間的 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各位在 自己 如果有需要的話 從我雲端上面參考 反正我們 上課到現在為止 凡走過 必留下痕跡 而且東西都在 202 前面也都在 然後另外的話 影片 在雲端上也都有 所以其實你只要 前面東西如果你忘記 沒關係 每一次每次上課都有 這些都在 包含就是 今天 的東西也會放上去 我最近也會看一下 大家流量 我發現好像那個 觀看裡面 觀看的那個 比如說時間等等的 不過我覺得 觀看的那個 排到前面的 什麼 第八次 第六次第七次 都排還蠻前面的 這個大數據 這個是另外一個